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打开讲义 第257面 几期是修罗曲 这个本经的修学重点啊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简单的讲就是要破妄显真 就是破除我们的无名妄想 开显真实的信心 那么这当中呢 从经文上来看啊 佛陀是以显真为震恨 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身心世界 五印诸法的时候 首先你遇到的状况 第一件事情 把心带回家 就是你一定是回光缓照正念真如 用空甲中三观的智慧来照我们一念心性 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质亲近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那么先把我们这一念心性的整个体性 先开显出来 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 所以这个正念真如等于是开显心性 那么开显心性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破妄 这个妄啊 这个本经的整个内涵当中 它是有粗细的差别 粗显的妄想就是杀盗淫妄的烦恼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是用 这个延迟 自重的戒法来加以对峙 那么第二个妄呢就是比较维系的了 就是那个有所得的攀岩心 那个无明的妄动 那么这部分就持咒 持嫩言神咒 来熄灭我们这种攀岩的 无明的扰动 所以本经呢它是以正念真如为震恨 这样的礼观为震恨 以慈戒颂咒的破妄 来当作祝恨 这个震助双形 达到我们破妄显真 转凡成圣的效果 那么这个几期这一颗呢 是佛陀讲到七期的差别因果 的最后一颗 这段呢是如来显示 阿修罗法界的阴相跟果相 这个阿修罗呢翻成中文叫飞天 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众生呢 他是有天的福报 就是他在阴地的时候 修很多的善业 但是他没有天的福德 他却缺乏成就天的善念 他就是修复报 但是内心当中呢 有这个称慧 有这个嫉妒的烦恼在活动 所以招感了阿修罗法界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 富翅阿兰是三界中 富有四种阿修罗类 这个地方呢 先标出他的种类 那么在此三界当中 其实这一段的古德解释说 明确来说 这个三界其实只有异界 才有阿修罗 这个色界无色界是没有阿修罗 因为你这个称心啊 是破坏禅定的 你看贪反了不破坏禅定 你在修禅定的时候 升级那个殊胜的撒妹勒 你爱着撒妹勒 不障碍你禅定 但是你称心一活动 你禅定就破坏了 所以阿修罗法界只有异界才有 那么当中呢 随着其福德的浅身呢 其实有四种的阿修罗的差别 这以下就有个别的说明 这四种的相貌 先看第一种 是属于鬼类所收射的 看经文 若以鬼道以护法力 沉通入空 此阿修罗从卵而生 鬼去所射 乃至于 这个阴湿气游 畜生去射 有四种 我们先看第一种 若以鬼道以护法力 这个地方讲它的阴啊 所以它这个众生的过去生啊 它是从鬼道中而来 那么它在鬼道当中呢 它有什么样的善法呢 就是有护持正法的功德 它有这种护持 别人去修学正法的功德 这是讲到它的阴相 那么它的果相呢 是沉通入空 那么因在阴地当中 有护持正法的善业啦 所以它能在果报底呢 就有这个通 这个通就是五通 那么这个地方 特别指出它的神族通 能够上升于虚空当中呢 在虚空界而安住 这个是讲到它的果报 有这种殊胜的相貌 那么这一对阿修罗是从卵生 那么它呢 还属于果去所射 也就是说呢 它从鬼道中来 那么还是属于鬼道 那么这个是鬼类的阿修罗 再看第二个 若以天中降得贬罪 其所补及淋泥日夜 此阿修罗从胎而出 人去所射 那么这个第二种呢 是属于人道的阿修罗 那么它过去生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是从天中而来 也就是说它过去是修善品实善 但是它在做天人的时候 降得贬罪 就是它得恨有所亏损 我们都知道这个诸天 你看异界天 它是以扫义之主为它的得恨 色界是以清净的凡恨为它的得恨 那么就是说它这个阿修罗 它曾经是修五戒上品的五戒实善 上到天上去 但是它有稍稍地放纵它的群意 或者是凡它有所亏损 那么它就是 就被贬降到阿修罗法界去了 这个是讲它的因地 那么它的果报呢 是其所谱去淋泥日夜 那么它居住在这个普及 就是它居住的处所 是相邻于这个日夜当中 也就是在虚明山的半山腰 也就是在这个四天王的宫殿的附近 那么这一类是从胎而生 是人道所设 古德说为什么把它判作人道呢 因为它内心的情感 欲望 跟人类相同 一般的人类没有住那么高的 住到虚明山 那么它因为是 一者它胎生 二者它的内心情意相同一人 因为诸天的情意是比较淡薄的 它的情意比天还出重 所以只好判作人类 看第三种是属于天 天趣所设 那么有一种是阿修罗王 就是它本身 它的善业是特别的 特别的强 就是善品的五界十善 那么它的果报体 能够指使整个世界 而且用手呢 能够遮住整个日夜的光明 那么况且它是神通广大 能够无所畏惧 怎么说神通广大无所畏惧呢 人以皇王及天地是四天争权 这个异界的主宰权 是在第四天 那么第四天当然 它还有它的将军 就是四大天王 到它的外城 来保护 来执行 第四天的整个政策 那么阿修罗王 他等于是经常要跟天地 去争这个异界的主导权 所以他就跟那个四天王打 四天王打不过 就跟天地报告 天地跟他打 有时候天地也打不过 那么这个时候天地之后 向大凡天王 来祈求 那么大凡天王就告诉帝师说 你要诵炼摩波勒波罗密多 你才有办法调伏他的 后来天地就诵炼摩波勒波罗密多 就调伏阿修罗王 所以这阿修罗王是有大威德的 那么此阿修罗王因变化有 属于化身它是属于天去所色 因为他的福德力最大 双手智能够遮日 摇动 这个套利天的天宫 我们看第四种 阿兰别有一分下列 修罗生大海心 沉水泄口 但有虚空 木归水素 除阿修罗因斯既有畜生去色 这是最下列的 就是一部分的福德最浅薄的 那么他出生在大海的中心点 而且他能够下沉到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下沉到整个海水的出入口 那么白天 他就游于西空之上 那么他来 西空上干什么 来供阿修罗王来侵使 晚上就跑到海水的深处来休息 那么这一类阿修罗是属于 尸弃所有 是属于畜生去所受色 这个 他这个地方 阿修罗当然他的相貌都是 有点善业 但是他的 好生心重 斗争心强 那么分成四种 这四种古德是说 这个天类的阿修罗 是属于阿修罗的国王这一类 那么人道的修罗是属于大臣 鬼道的修罗是属于人民 这个畜生道就像这个奴仆一样 供阿修罗王侵使的奴仆 所以阿修罗简单地想是 有福无德 不过我看了卫大师的注解 他把这个有福无德 他讲得比较详细 他说这一类的人 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德恨 也就是说他过去曾经布施 或者持戒 修种种的善法 但是在善法当中 当然他一修善法 他肯定要有善恋 但是他善恋当中 夹杂恶恋 我会到是说这个是夹杂恶恋 夹杂的称慧嫉妒的恶恋 就是招感阿修罗 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善恋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善恋中夹杂恶恋 但是因为恶恋的势力强大 所以把他引导到阿修罗法界去了 那么这一类是属于阿修罗所收射 我们看下一段 雾山的杰式欠修 那么这一段是把前面的 整个七七的因果 做一个总结 来欠免我们好好的破旺显珍 来修学这个守能人王三妹 我们看这当中分两段 一 杰式弥望 二 举悟欠修 那么杰式弥望当中 佛陀先总结 整个七七的因果 是怎么有的呢 就是我们众生的 一念的妄想 所变现出来 迷争起妄 那这当中又分两段 第一个 结成妄国本空 第二个是 从事妄音颠倒 那么在这当中的第一段 是 结式 整个七七的这个果报呢 它的本性是空极的 它只就是一念的假象而已 我们看经文 阿兰 如是第二鬼畜生 人起神仙 天际修罗 金言曲曲 皆是昏臣诸有为相 妄想寿生 妄想水月 那么这一段呢 是说明 这个七七的因果 它的相貌 是怎么回事 所以如是以上的 第二鬼畜生 还有人道先去 天道 以及修罗 那如果说我们 金言就是很深入的研究 这个七七的果报相 到底这个相貌 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众生 在因地的时候 一念的 分迷 成立于 诸有为之相 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以后 去追求外在的 有为之相 那么 依止这一念的妄想 而受生 也依止这一念妄想 去造业 而去受果报 所以就是说 这个果报题 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也不是本来就有的 只就是我们一念的 昏 成的 这个有为相的妄想 所造作出来 再看第二段 以妙言明 无作本心 皆如空花 也无所着 但希望更无根续 所以在我们这一念本具的 本妙 本言 本明 这个无作的本心 这无作就是无为了 本具的心性的体性当中 就像空中的花 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处所 你说这个虚空的花 你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你不能说它从虚空而来 因为虚空本来就没有花 所以它没有一个处所 那么它只就是一念的妄想 所捏造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根源可得 当然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七七的果报 是本无所有 本无所有的意思 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希望的存在 希望的存在 简单地讲 就像说是 我们说空中有花 空中到底有没有花 那当然就个人 因人而异 因为你眼睛有毛病 你就看到空中有花 那么一个健康人 他刚能看到空中是没有花 那从虚空的角度 他到底有没有花 他本来是没有花的 那本来是没有花 但是我们眼睛有毛病 我们就看到花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正是说明前面经文所说的 整个七七的果报是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此就是一念的妄想之所变现 这个我们在聊生死 你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要知道 本来没有生死 你才有办法聊生死 如果你心中一直认为 本来是有生死的 那你生死就没办法聊了 所以那个夏年居导基士 林明宗的时候 他讲一个祭壽说 生本无可恋 这个三界已经没有什么好贪恋 死亦何惜怨 死亡也没有什么好厌恶的 他说生本无可恋 死亦何惜怨 本来无生死 生死由心献 你就是一念的妄想 那现在这个妄想变我破坏了 那当然本来就是 亲近本然周遍法界 那么这个地方正是佛多所说的 说这个在我们本庙 本名本言的无作妙心当中 是一个空中之花 是言无所着 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 七一气的果报做总结 再看第二段 从事妄音颠导 前面是讲到果报 是本空 这个地方讲因地 就说这个本空 那是为什么会有呢 只就是我们众生的 一念的颠倒的心 所变现出来 先讲这个妄音 阿难 此等众生不是本性 受此轮回 今无量解 不得增进 皆由随顺 杀到淫固 凡此三种 幼者出生 无杀到淫 有名鬼伦 无名天去 有相寝 其轮回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因地 就是此等众生 就是这个七七的众生 它为什么会启动 它的生死轮回呢 为什么此方诸佛菩萨 同样一念心 它的心不会出现 这个生死轮回 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 是不是本性 我们没有真实地去 观照我们一念心性 也就没有安住在一念心性 而迷争取望 向外攀岩 所以这个依止一念的妄想而 造业 也依止一念的妄想而 轮回曲曲 所以经过无量解的时间呢 不得真实地亲近 那么 这个地方是讲到 这个妄想的生起啊 关键点是 不是本性 那么 这个地方讲相续 皆由随顺杀到淫故 这个地方是讲到三二道 三二道呢 是我们一念的妄想 是随顺一杀到一妄 的妄想 另外一种呢 是 凡此三种 就是 违背 沙道淫 三种妄想 这个地方 是讲到 三三道 就是不管是 三二道的众生 三三道的众生啊 其实都是 不是本性 只就是说呢 有沙道淫妄的念头的叫做 鬼道 而没有沙道淫妄的叫做 天去 所以有 沙道淫妄跟没有沙道淫妄啊 彼此 互相的寄托啊 而升级的三界轮回 辗转的体性 辗转的力量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 他的一个三界的阴地 就是我们一念的颠倒妄想 偶射大师他在 淫妄中的有一段开示说 他说 宇宙无非吕薄啊 说我们在三界当中啊 一下子到天上去 一下子到人间 一下子到三二道去啊 就好像在旅行一样 今天到台北 明天到高雄 叫吕薄 那么到底 薄仪宗者究竟是什么人 他说 流转三界中 那是谁在流转呢 也就是我在流转 那当然不对啊 因为没有一个我嘛 那么三界中流转当中 这个人到天上去了 这个人到地狱去了 那到底 那个流转的是谁 我一道次就叫你要去掺这个问题 就是 流转三界中 那是谁在流转 其实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 哪有个我呢 就是你那个妄想停止的 啪 整个妄想就没有了 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 醒后空空五大全 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 一念的回光缓照 花开见我物无声的时候 把一念的妄想破坏了以后 回光我们过去 根本就没有三界轮回 就是一场梦境而已 就是那个妄想一直相续 然后那个妄想 有时候跟沙道一望相应 变现了三二道果报 有时候这个妄想跟 无沙无刀无 无妄相应 变现了天的果报 等到你那个时候 醒过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三界的果报 醒后空空五大全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 这个生死轮回 问题就在你心中那一念幻想 关键在那个地方 关键也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本经说的 不是本心 而受此轮回 我们真实的 没有安住在一念心性 而希望的受到这个轮回 我们看几月的 几物欠修 那么前面都是在讲到 希望相颠倒相 这一下说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怎么去修行对事呢 应该要觉悟 这个真如礼 才可以去消灭 这种种的希望相 这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正己悟尽 第二个节欠真修 先看正式的几处 我们所应该觉悟的所观尽 看经文 那么假设我们能够真实的 去启发这个三摩地 就是真如三昧 或者守难言王三昧 那么这一念心呢 真实的回光缓照 正念真如啊 去观察本庙 本常本集的一念心性 所谓集而常照 照而常记的心性啊 这个时候 有 这个有 就是有杀到淫妄的 这个妄想 无 就是无杀到淫妄的妄想 那么这两种对立的 善恋跟恶恋啊 通通演义 当然有杀到淫妄 我们叫做恶恋嘛 无杀到淫妄 叫善恋 那么这两种善恋恋的 这种执着 我消灭了 乃至于无恶一灭 乃至于我们要远离 这两种恶恋的那种 人对事的智慧 也不可得 就是心经说的 用智慧来断烦恼 到最后 无智亦无得 能观的智也要舍掉 所以在一念的 清静本然周遍法界的心心当中 善无不杀不到 不赢的善恋可得 哪里还有杀到淫妄的恶恋存在呢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说 就是你的心态是很重要 简单讲 就是说你不是修善法就能够了生死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觉悟啊 恶法也不可得 善法也不能执取 当然我们要修善 但是你不能执着 就是把那个修善啊 把它当作一个 启发心性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你要执着那个善法 而是说 假借修善 来开选你的自信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你不能执着恶法 也不能执着善法 这个是讲到这个 你念以心性啊 是不迷不举不动 我们看第二段 更二 结欠真凶 这当中有四段 先看第一段 二难 不断三业各个有失 因各个事 众失同分 非无定处 志望花生 生望无因 无可行究 那么我们都知道 生死是由妄想所变现 那么这个妄想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 我都就回答了 说假设我们在 初初用功的时候 不能够断除 杀到营 这三种的罪业 不能断除就是 随顺他 随处杀到营的 妄想而走 各个有失 就各自造作 各自杀到营的罪业 这个讲因地 那么因地上各个有失 在果地上 就众失同分 众就是他的贡业 失就是别业 在贡业跟别业的 引导之下 非无定处 非无定处 当然就有一定的处所 比方说 我们同造第一的业 就同生到第一去 那么同造人道之业 就同生人道 那么在整个别业当中 同一个人道 也各个不同 这个地方讲 众失同分 非无定处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一念的妄想之所发生 那么所生的妄想呢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 这无可行就啊 你不能去找他的处所 所以你看我们讲无名 经典上无名都是讲 无死无名 没有开始 这个无名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你怎么说它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这个东西要有实体 它才有一个时间下 空间下 它根本就没有实体 没有实体的东西 当然没有时间 没有出手 那只就是我们在迷的时候 感觉上有 那你觉悟了就没有了 就是达望本空 资深本有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希望是没有根源的 但虽然没有根源 在世修上也要对峙 看第二段 如系修行 易得菩提 要出残祸 不尽残祸 众得神通 皆知世间有为功用 习气不灭 若以魔道 前面是偏重在显真 就是我们今天回光缓照 正念真如 从一念心性的观察 是本来无一物的 但这一段是强调 世修的破旺 如系修行 这个系就是欠免 我们应该好好的修行 而且要追求无上菩提 那在当中呢 你一定要去对峙 如梦如幻的 沙道淫的这三种烦恼 因为你如果不对峙 沙道淫三种烦恼 纵使修得禅定 而成就五种神通 那还是世间的一种生灭的作用 那么内心的贪真是不除 只是成就禅定 到最后落入天魔外道之中 根本是虚妄 那么以这个虚妄之心 所得到的果报 当然也是虚妄 所以前面是偏重在显真 这个地方是强调 除妄 看第三段 但是你在除妄的伤中呢 你要站在真实的心来除妄 假设你一直妄想来除妄 那就糟糕了 看这一段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不是本心 那么一直有所得心 一直妄想来对视妄想 你一直起烦恼 我用另外一个妄想来对视妄想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 倍加虚妄 一妄断妄的更加虚妄 那么这样子呢 如来说为可哀怜者 如妄制造非菩提救 就是这个都是妄想所造作 其实不是我们一念的 亲近的菩提心的过世 就是菩提心本来没有过世的 这跟菩提心没有关系的 是妄想去造作 妄想变现出来 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做事说者名为正说 若他说者即谋忘说 这一段是整个经文的修学的一个总结了 因为后面那一段是多余 就等于一个修行的对峙了 到这个地方 本经的理论修行方法 做一个总结 做事说者 也就是说你修行当中 以开显心性为震恨 要以这个本经的大圣的旨观 你修行之前 你一定要大开言解 否则你修行都不算数 这个字的大事说叫言修 你是跟三宝结结言 所以你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能够真实的体达你的本具的心性 回光缓照正念真如 站在本来无一无的角度来修行 这个角度 你那个修行的依止处是很重要 第一个显真 第二个在事项上 你还得破忘 你要用这个如梦如幻的持戒 来对峙如梦如幻的杀到一望的妄想 你也要用如梦如幻的咒语 来对峙如梦如幻的颠倒的攀岩 所以假设你说是以显真为震恨 以礼观为震恨 以这个持戒持咒的士修为祝恨 这个是大乘的震说 那么假设你做他说的 即魔王说 假设你说不必正念真如 或者不必对自杀到一望 这个都是魔说 或者执理废事 或者执事魅力 这个都是魔王所宣说的 所以本经到这个地方 佛陀等于做总结了 就是 你以正念真如为震恨 礼观为震恨 以持戒持咒 来当祝贺 礼观不爱事修 事修不爱礼观 这个是整个大乘 言顿子观的证说 那么到这个地方 等于佛陀把整个 那个言经怎么样 破旺显珍都讲过了 看下一段 这是最后一段 我会大师的正宗分的最后一段 以六 借无闻比丘为乙端 而背名五印磨尽 这个戒就是如来假戒 那么假戒什么事情 就是无闻比丘 其实无闻比丘也不是完全无闻 就是说 他对佛法的了解 没有很深入 就是把这个四禅当作四国 那么这个时候 以因为这样子的 四禅当四国的颠倒 那么佛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 来当作一个发语的开端 那么详细的说明 这个五十种阴谋的 差别的境界 前面是讲到修行的方法 这一项讲到修行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如何来判别磨境 判别磨境 这当作分两端 第一个正名禅境 二更断疑疑 那么第一段 秉一是正式的说明 在禅观当中 五十种阴谋的境界之下 这当作分三段 一 结前身后 二 十种诸回 三种别开寺 先看第一段 结前身后 就是结束前面的文字 那么升起后面的文字 好 我们当作四段 先看第一段 即使如来江霸法座 以狮子床揽机宝机 回紫金山再来平移 不告大众及安然言 如等有些言诀声文 今日回信 祈大菩提 无上妙诀 五经以说 真修行法 好 到这个地方 那么即使如来 江霸法座 到前面的文啊 佛陀把整部的 楞严经的修行的理论方法 过程全部讲过了 所以他是呢 认为已经是讲圆满了 而即将要结束法会 而要离开法座 所以呢 他就在这个狮子座上 这个狮子座 佛陀所说的法师 无所畏惧啊 就像狮子 那么兰七宝鸡 这个七宝鸡啊 就是茶几啊 就是这个讲座的旁边啊 放那个茶杯啊 毛巾的一个小茶几 因为这个茶几啊 是非常的珍贵啊 这叫做七宝所成的茶几 那么他兰七宝鸡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准备要下座了 兰就是扶住嘛 他扶住小茶几呢 准备要下座 那突然间呢 回紫金山再来批 佛陀已经做出了 要下座的动作 突然间又回转过身来 这个紫金山 就是佛陀的身体啊 就是紫金色 那么这个时候又靠着法座 批理就靠着法座 佛陀觉得有一件事没有交代 又回过头来 这个时候呢 普告大众及的阿难言 说啊 如得有邪啊 在这个言诀声文啊 那么你们今日都已经是 回小乘之心而去向 无上菩提之心啊 那么我也已经先说了 整个出离生死的 修行的法药 就是第一个显真 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 本来面目 真实的信心 那么依止一念信心当中呢 趁信起修 那么断恶修善度众生 来破除虚妄 这个已经说了 但是什么东西没有讲呢 看第二段 如由卫士修什么他 皮薄色呢 维系魔士 魔镜现前 如不能是 喜心非正 落意邪剑 但是你到现在还不能够了知啊 在修习什么他 什么他是指啦 皮薄色罗 就是大正言顿子官啊 在回观缓照 正念真乳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维系的模式 那么假设你 对于这个五亿能魔镜呢 现前的时候啊 而不能如实了之啊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喜心非正 这个喜心啊 就是我们这个 一指正念真乳的时候啊 回观缓照正念真乳啊 慢慢地在洗除 消灭心中的 妄想的污垢 叫喜心 但是非正 非正就是说呢 在过程当中呢 却为五亿魔镜之所迷惑 本来在喜心的过程当中 结果为五亿魔镜之所误导 他说我今天本来要回家 我家在东边嘛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个人 这个地方不是家 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结果你跑到西边去 这是叫喜心非正 就是你本来要喜心 结果过程当中呢 被这个五亿的假象之所误导 结果呢若以邪见 结果变成天魔外道 这一段的经文 偶尔大师说 这段经文是很特别 因为前面的六颗 都是阿难尊者提出问题 佛陀在回答 而这一颗呢 这个五亿魔镜 这个五亿魔镜 其实没有人能够提问 因为那个时候假玩 大家都以为假玩嘛 连佛陀都本来要下座 那为什么这种情况 没有人能够问呢 无问之说呢 偶尔大师说 因为五亿魔镜 圣身难民 你在回观缓照的时候 因为我们过去是习惯 随速妄想 突然间你现在的心 不是随速妄想 而是开始 立生死流 那么这个时候 真妄焦工啊 你会把你过去的 颠倒妄想逼出来 当然每一个人的妄想 是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 烦恼出众不同 所以所显现的五亿魔镜 也就各个不同 那么既然无问之说 既然这个五亿魔镜 圣身难民 而且又非常的重要 就影响到你整个过程 是不是能够真实地走到底 或者是中间产生偏差 它的确是非常重要 所以佛陀只好 无问之说 所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 是五亿魔镜 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问的 好 看下一段 那么这个地方是简列的把修学过程当中的摩 魔相说明 这个地方分两小段 一个是外魔 一个是内魔 这个外魔指的是 祸如阴魔 就是五十种的阴魔 就是射受小行事 各有十种 五十种一魔 佛附天魔 这个天魔是六亿天的天王波寻 或找鬼神 这个鬼神魔 大概我们一般最多就是这个鬼神魔 它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 这个鬼神 有两种 有一种是你刚好在修行当中去干扰到它 它要来伤害你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你过去跟它有共业 可能你过去有欠它什么音言 这个时候你要处理的 它当然就放不过你了 这个是鬼神魔 第二个 或找赤妹 赤妹就是那个狐狸精 它变化成人 来迷惑你 破坏你的戒体 产生种种的伤害 那么假设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好好的加以判断 就认贼为止 当然身为鬼神 他要出来 他不是献鬼神生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要献出一些迷惑的劲 来诱惑你的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产生的攀岩 有所得 那这个时候你就心髓进转 到最后就是喜心非正 这个地方讲到外魔的伤害 这个地方 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色不迷 人至迷 这个五一魔镜 其实不能真正的迷惑我们 你要能够清楚 它就不能迷惑你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